海峡新干线 采踏事故 让大家今年的新年问候 变得格外的沉重 不过不论如何 还是要跟你说一声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平安 健康 今天我一期主持节目的 还有在台北远博士 我的同事 驻台新闻观察员陈彦涵 今天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彦涵 我们先来关注 上海外滩的采踏事件 昨天晚上23点35分左右 上海外滩陈毅广场 发生群众拥挤采踏事故 导致36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采踏事件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立即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上海市全力以赴 就职伤员 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抓紧调查事件原因 深刻汲取教训 春节元宵节将至 不少地方都有一些 群众聚集的娱乐活动 各地一定要把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 精心组织安排 确保安全措施到位 坚决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也就伤员救治 和加强安全管理 做出批示 要求千方百计 减少因伤死亡 精心安抚家属 各有关部门 要督促各地 切实做好 节日期间人员 密集场所的安全管理 落实各项防范保障措施 严防重特大事件发生 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本栏目记者吴申 也赶到了事发的现场 我们来看他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来到了 深海的外滩 昨夜这里是一个 悲剧的现场 上海经历了一个 并不平静的新年之夜 可以说每到跨年夜 外滩都是游人和市民 热衷的一个景点 今年也不例外 昨晚的23点的35分左右 发生在这里的踩踏事件 就发生在我身后 成语馆场通往外滩的 这条景观的通道上面 短短的台阶只有17级 优异人士实在太多了 前用后几 因此发生了这起踩踏事件 36条生命消失在了那里 地上全部躺着人 然后有人在现场救 然后警察也在拿 用那个手 我就说警察 我一手拿走 然后不要让后面的人冲过去 现场救那个人员 台大事件发生后 现场的巡逻民警 也是到达现场 及时的处置 包括用人墙将伤者 和拥挤的人流隔离开 形成安全通道 此外也开通了应急通道 将伤者及时的送往了医院 事发之后 上海发布官方微博 1月1号12时许发布消息称 原定今晚举行的 上海中心元旦亮灯秀取消 当日的东方明珠元旦灯高活动 也已取消 而原定于今天7时举行的 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慈善跑活动 也已取消 彩踏事件发生后 上海市连夜成立工作组 立即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伤者也被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据了解 彩踏事件中受伤者 主要送往上海第一人民医院 长征医院 瑞金医院 和黄浦区中心医院进行救治 薪荷总共有28个 那么其中有15个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迹象 那么剩下的一些 这个伤员当中 心后有4个相对伤势比较重 重症的脊牙伤 包括胸部的脊牙伤 颅脑的脊牙伤 还有腹部的脊牙伤 即使我们发稿时 踩踏事件共造成36人死亡 47人受伤 其中7位轻微伤已经离开医院以外 其余40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另据新发社报道 这次踩踏事件的伤亡者当中 包含三位台湾同胞 其中一位周姓女子不幸死亡 海基会副董事长马绍章表示 海基会已和她的家属联系上 将协助家属赴大陆处理 现在相关的救援工作 还在进行当中 我们栏目也会继续予以关注 好的清零 那对于昨天晚上发生的 上海外滩踩踩事件 今天台湾媒体也是非常的关注 岛内的各大新闻台从早上就开始不停的在滚动报道 对于事件的原因 经过和整个外滩 跨年灯光秀都做了详细的报道 而很多媒体的手机软件呢 也在第一时间对于这起事件进行了消息推送 台湾媒体都表示说 这是新年当中最令人遗憾和惋惜的事件 在这里呢 我们也愿逝者安息 伤者早日康复 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再来关注两岸的其他新闻 今天大陆居民到金门 马祖澎湖的落地签正式启动 大陆游客只要事先到大陆出入境管理部门 申请好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旅游签注呢 就能够在抵达金马峰之后 直接申请签注 获得台湾地区出入境许可证 落地签入境停留时间呢 为15天 而台湾方面也表示 简化大陆游客来台手续 可以真正的拉近两岸民众的距离 而今下一日生活圈 也可以真正的得到实现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这一项落地签注 是仅限陆客到金马鹏地区旅游 不能中转到台湾本岛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在台湾的观察 清零 接下来是今日重磅 根据新华网报道 从今天的零点开始 阿富汗安全部队开始接管 其境内一切防务工作 担负其保卫国家安全的重任 北约驻阿富汗的联军 仅留下一万多人 外界普遍担心 13年前垮台的阿富汗塔利班武装 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甚至重夺政权 阿富汗或者会陷入长期割据的状态 根据新华网报道 自2015年元旦起 阿富汗军警全面接管国内防务 美国主导的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2014年年底结束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 北约此次并非撤走全部军事人员 而是保留约一万两千人的驻军 其中包括一万零八百名美军人员 同时 北约对阿富汗的非作战任务 于2015年1月1号启动 任务代号坚定支持 根据协议 留下的北约军事人员将更多的参与 对阿富汗本国部队的训练和指导 而不再执行具体作战任务 不过数周前有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授权美国军队 在2015年拓展作战悬线 必要时对塔利班武装人员予以打击 包括使用空袭等手段 因此可以说 美军并未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刚刚过去的2014年 被媒体认为是 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以来 安全局势最为恶化的一年 尤其是2014年11月以来 阿富汗市都喀布尔等大城市 频频遭受恐怖袭击 外国人阿政府支援和军警 成为塔利班武装的主要攻击目标 阿富汗安全局势急转直下 令人担忧 美联社评论称 在经过长达13年的反恐战争后 塔利班武装依然凶残 具有毁灭性影响 就在元旦前的晚上 2014年12月31号晚间 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的一个 婚礼现场遭排击炮弹击击 除造成至少30人死亡外 并有数十人受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赫尔曼德省 政府官员表示 事发当时 阿富汗军警正在附近 与塔利班武装人员交火 与塔利班武装 同样被冠以凶残的 还有基地组织 据《环球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2014年12月31号 在野门伊卜市 一名基地组织武装分子 在一处文化中心内 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33人死亡 这起恐怖袭击 似乎在向美国发出讯息 他们针对基地组织的打击行动 离目标也还有距离 向我话题 我们来连线 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张斌 和在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的 中文化大学邱毅教授 以美军为首的北约 今天在阿富汗正式启动 代号为坚定支持的 非作战任务 北约仅留下一万多人 向阿富汗提供训练和支援 其余各回各国 两位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从整个阿富汗局势的大背景来看的话 我觉得美国最起码有三重原因 那么造成了如今撤离的一个现象 一方面就是 从目前来讲 美国看似是取得了一定反恐的胜利 但是其实美军在阿富汗 它已经陷入了一种泥沼状态 被当地的国家和地区 造成了长久的动荡 那么这种动荡最终难以收场的时候 美国自己就会草草的撤兵 草草的收场 另外一点 从美国本身国家战略来讲 更多的 它要把军力部署 在全球的这样一种 对它的相应更加重要的地区 进行一个布局 比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 比如它的亚太再平衡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 确实是这些年 美国经济一直不太景气 那么庞大的这样一个投入 对美国来讲 也确实捉襟见肘 从2001年 美国打了阿富汗战争以后 可以说花了13年的时间 美国的国库里面耗掉了 1万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巨款 而在最高峰的时候 美军有将近15万个人 在阿富汗打仗 最后有2000多名美军 在阿富汗的战场上丧失了生命 如果再加上北约的军队的话 那大概有超过3500人的 北约的军队呢 暂时在阿富汗的战场 那也造成了 有几百万的阿富汗的人民 是流离失所 所以这个战争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个战争的结果 虽然到了后来 本阿登被杀掉了 而本来的塔利班的政权呢 也被推翻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是越反越恐 整个塔利班的势力 对现在的阿富汗政府的攻击 还始终没有停止过 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但是就美国的人民 美国的国会 美国的舆论 大家共同的看法 打这场战争是不划算的 另外一方面 从今天零点开始 阿富汗安全部队开始 接管其境内的一切防务 那邱克教授 您认为在北约撤军之后 阿富汗当局能否稳住局势 塔利班会不会重夺政权呢 现在伊拉 阿富汗政府的安全部队 总数大概三十五万人 其中有二十万是国民军 他的装备训练 跟人员的素质来说 表面上绝对超过塔利班的军队 但是啊 塔利班的军队 虽然才两万五千人 可是他们采取机动作战的方式 采取自杀性攻击的方式 采取所谓的军民不分的方式 确实造成了所谓的防不胜防的问题 何况 这几年 整个阿富汗的国家 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好 他的社会非常的混乱 贫富差距也非常的大 犯罪重生 这都制造了一个塔利班 能够有效反扑 进行恐怖攻击的 肥沃的土壤 有效的温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会不会重演伊拉克的负责 是值得观察的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有媒体评论 过去的2014年冲突与动荡 成为国际形势中的突出特征 世界并不和平 乌克兰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美欧俄国围绕着乌克兰的博弈 2015年或许还会继续 而在2014年12月3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 向美国总统奥巴马 发出了新年的贺电 贺电当中 普京表示 即将到来的2015年 世界各国都将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 这也提醒我们 俄罗斯和美国 肩负有维护和平和国际稳定的责任 只要建立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俄罗斯愿意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除奥巴马外 普京还给其他众多国家元首 国际组织领导人 发出新年贺电 但媒体注意到 乌克兰总统布罗申科不在其中 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 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频留言张斌 和在台北演播室的嘉宾邱毅 2014年 美俄之间白首玩较劲激烈 2015年元旦 普京主动向奥巴马发出新年贺电 希望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发展俄美的关系 两位怎么解读普京的这番表态 普京是有硬有软 有柔有刚的一个领导人物 当然就普京的心目中来说 美国为主体的北约 当然是现在俄罗斯最重要的假想敌 对普京来说 美国既是最大的假想敌 最大的安全威胁 美国也是个可敬的对手 何况 普京用了1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总算把卢布给稳住了 让卢布的价位由谷底回升 但是 如果美国接着再激敌 基尼波的经济制裁的话 卢布真的守得住吗 俄罗斯会不会再演变成1998年的金融风暴呢 所以普京心里也非常的焦急 在这种焦急的情况之下 利用新的一年 向美国伸出了感染枝 让双方之间 能够在一定的协议之下 双方之间以和为贵的情况之下 双方得以下台阶 除了奥巴马之外 普京还给其他众多国家元首 国际组织领导人发出新年的贺电 独独露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而乌克兰问题是去年美俄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您认为普京是疏忽了还是刻意为之呢 这个现象非常的有趣 也成为媒体注意的焦点 我认为的主要的原因是普京的原则 普京到现在为止 他仍然认为 当时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 独立广场上所进行推翻 亚鲁科威西政府的这个行动 是违法的 因为是违法的 所以当他选出来的总统波罗申科 是不被俄罗斯所承认的 这一点普京到现在坚持 所以在俄罗斯的心目中 你波罗申科不是合法的总统 不是正式的总统 让我怎么给你发贺电呢 甚至普京在心目中 也许对波罗申科 有相当程度的亲密 在他眼里头要解决这个纷争 我的对象是奥巴马 我的对象是默克尔 我的对象绝不是你波罗申科 这一点如果波罗申科 不能够体会 不能够改变他现在的态度 恐怕他会成为 现在化解欧洲的乌克兰危机上的 一个重大的障碍 好的 谢谢两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昨天晚上电视间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其实新年不仅意味着礼物 香槟和绚烂的烟火 许多国家都有独特有趣的奇风异俗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世界各国跨年迎新的一些奇特方式 在印度 元旦被称为是痛哭元旦或者是进食元旦 他们在新年第一天 谁也不许对生气 更不准发脾气 有些地方过年不但不庆祝 反而要拥抱大哭 因为他们认为光阴如梭 人生短暂 用哭声来表示自己的悲伤 有些地区的人们则以进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 在巴西的农村 元旦这天有一个独特的风俗习惯 互相揪耳朵 人们在元旦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使劲地揪住对方的耳朵表示祝福 在智利中部小城塔尔卡 当地人则在新年前夜会聚在公墓的墓园 在烛光照耀下伴着传统的音乐 与子去的亲人共同迎接新年曙光 一个作家曾经这样描述这样的迎新年方式 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时刻 而是一种美好的快乐的方式 家人得以团聚 一起缅怀逝去的所爱之人 在罗马尼亚的农村地区 新年前夜农民要非常仔细地听动物说话 如果听明白了 那就意味着来年会走没运 如果没听懂 则预示着是好兆头 尽管世界各地人们跨年的方式不同 但是愿望却都是同样的 各式各样的新年庆祝活动 都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到台北 由我们的驻台记者陈彦涵 带您来感受101大楼烟火 跨年晚会的热闹气氛 好 各位观众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北市政府前的广场 那么现在在我身后就是正在举办2015年的跨年晚会 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民众已经是在这里久久地等候的 同时他们要等候的不仅是明星 还有2015年台北101的烟火 在新年快乐的祝福声中 一年一度的台北101烟火秀绚烂登场 大楼由下而上 迸发出金色黄色红色的烟火 全程分为春夏秋冬四大主题 维持了218秒 释放23000发的烟火 烟火最高发射到近600米的高空 是历年来塔端发射最多烟火的一次 同样是跨年 由于亚航QZ8501航班失事 印度尼西亚少了往年的欢庆气氛 印尼东爪瓦省原定的跨年庆祝活动 已经全部取消 并举办了悼念晚会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搜寻亚航失事客机的行动 再次因为恶劣天气受阻 参与搜寻的直升机大部分都停飞了 潜水员也难以下海 只能依靠船只继续搜寻 即使到目前搜集人员已经打捞起八具的遗体 航空顾问企业航空战略方案公司主席 前飞行员内尔·汉斯福德对媒体表示 残骸相对完整 暗示飞机在撞击水面的时候才分解 而不是在空中解体 英国空难调查处已经派出 携带专门设备的专家 协助定位黑匣子 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 多起空难已经让不少家庭支离破碎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下一节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 原本有望回家跨年的陈水扁 还是暂时留在了监狱里 陈水扁为什么没办法及时回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吕秀莲半夜住进医院 绝世行动是否就结束 而在台北市的跨年晚会上 新北市长朱立伦和台北市长柯文哲 互动频繁 甚至还晚起了自拍 这些举动又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台湾视频留言邱毅江明清 会带来独家观察 不要走开 广告兽带您来台北论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我是叶欣凌 在台湾岛内 跨年一夜前后 多位政治人物的表现 也是备受关注 其中新北市长朱立伦 和台北市长邱文哲 一起参加台北市府前的 跨年晚会场面欢喜热闹 而这一夜是有人欢喜 也有人忧 本来说要回家跨年的陈水扁 还是暂时留在了监狱里 而此前为了声援陈水扁 保外救护而绝世的吕秀莲 则因为身体不适 被紧急送往医院 来看本来目 驻台记者发会的观察报道 今天凌晨1点10分左右 在绝食了80多个小时之后 吕秀莲因为身体状况不佳 被救护车紧急送往了 位于我身后的台大医院 吕秀莲于2014年12月28号 下午4点起 在228公元内的台湾博物馆 前广场展开绝食 送医前已绝食超过81小时 而陈水扁的保外医治案 却在跨年夜前出现戏剧性变化 台当局法务部门原定昨天审核 让陈水扁在元旦前出遇返家 起了台中监狱人员开车 北上送公文 遇到公路堵车 直到傍晚近6点才抵达台法务部门 法务部门试人审查小组认为 不宜草率审核 决定下周一开会在意 所以陈水扁只得再拖5天出狱 据报道 陈志忠在昨天下午 就已经在帮陈水扁打包行李 也跟预方结算扁在狱中的零用金 做着初间的准备 这一变故 让满心期待的陈水扁 及其支持者大失所望 而在昨天晚上 同样备受关注的 还有台北市的跨年晚会 整场晚会都相当的精彩 我们也在现场 那么当时间来到 11点40分左右的时候 新北市长朱立伦 以及新科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两位市长是共同来到会场 一起迎接新年 朱立伦还用最新的自拍相机 和柯文哲玩自拍 柯文哲和朱立伦都是台大毕业 被问到与老同学一起跨年感觉如何 柯文哲说都很自然 没有什么特殊的 朱立伦则表示 跟很多市民的心情相同 总是很期待2015年 相信台下很多都是大台北地区的民众 也很开心 那么一方面是朱立伦 另一方面是柯文哲 这两个人都是当下台湾政坛 备受瞩目的人物 而在新的一年中 他们以及整个台湾的政坛 会有怎样的发展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我是陈河南 现在台湾 相关话题我们来联系台北演博士 叶涵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清凌 那今天呢 我们的台北论道 请到了两位嘉宾 来我们的台北演博士 首先是中国文化大学的 邱毅教授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 是台湾时间大学的 江明星教授 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首先要聊一聊的 就是陈水扁 保外就医的话题 首先想请问一下 邱毅教授 昨天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 陈水扁一定会在 昨天跨年夜 保外就医 可是好像目前的情势 是发生了转变 那么最快呢 它是要到1月5号 才可以保外就医 那现在台法务部门 说法呢 是运送的途中 各种不顺 以及台矫正署认为 不宜草率 审核陈水扁的相关公文 那您觉得陈水扁 现在没有办法在 昨天保外就医 是否是这一些原因呢 法务部门给了一个理由 说实话是很瞎的 为什么 因为台湾基本上 跟电子公文啊 那再者 你明明知道像昨天 高速公路一定会塞车 一旦发生车祸 那寸步然行 所以你为什么不坐高铁呢 这高铁的话 都有所谓的公务保留坐 所以不会有问题的 那再不成的话 有飞机可坐啊 那法务部门五点半下班 但是一般公务人员 不会准时五点半 大概都会拖到五点 四十五啦 五十啦 甚至六点 才会下班 所以这个公文 到了时候说五点五十六分 怎么不能开会呢 这也说不过去的 所以 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 法务部门队 要放陈水扁这件事 很不满意 所以刻意在技术上刁烂 那再加上 马英九的领导微信 现在也没有了 所以也给马英九打脸 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 法务部门就可能在技术上面 要让你陈水扁多关几天 嗯 那么江教授 昨天这个陈水扁 是没有办法如期出狱 可是在之前 在台中捐运门口 就聚集了很多陈水扁的支持者 他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情绪很激动 那您研判 接下来这几天 一直到一月五号 这一些陈水扁的支持人士 他们会不会有一些 过激的行动产生呢 我认为 他不会有过激的活动 如果要产生过激的行动 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 要出现 就是绝望 毫无希望 女学人也很不高兴 叫屡试不爽 大家都很不高兴 情况之下 才会有过激的行动 所以我认为说 既然这一次是技术性的杯葛 让陈水扁不能够如期的出狱 保外就医 但是下周一 他就能够回家去疗养 所以我觉得 他的支持者会静静地 等待下周一的来 所以不会有过激的行动 那谈到这次陈水扁的保外就医 还是要谈到这个绝食的吕秀莲 那薛教授您觉得 吕秀莲现在紧急送医 是否就表示 他这次的绝食行动 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呢 那当然对吕秀莲来说 我认为他是亏很大了 所以就是说 他必须再绝到一月五号 这个如果绝了一半 不绝了 其实也叫为德不足嘛 所以吕秀莲应该会继续再绝食下去 因为吕秀莲已经觉得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媒体不大重视他 他已经有很多的怨言了 那这时候如果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话 那这个吕秀莲本来的 绝食的一些努力 就白饿了 就白饿了嘛 就白饿就亏了 所以我认为吕秀莲检查完以后 做了一些所谓的安全的处置之后 他会继续的再绝食下去的 那今天是元旦 还是要谈一下这个跨年晚会 昨天晚上的跨年晚会 那昨天晚上台北市的跨年晚会当中 作为政治人物的一个来宾 只有朱立伦 而且朱立伦是在这个台下的 关注席所谓的摇滚区 跟柯文哲是拿起手机进行了自拍 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似乎是非常的亲密 那请问一下江教授 您是如何来解读朱立伦的 这一番的行为呢 昨天晚上我也在现场 这个现场报道 确实那种氛围就是 当朱立伦跟柯文哲 用手机自拍的时候 从心理学跟社会局部来说 这个社会距离的说的 当朱立伦拿起手机自拍 那一上来表示 我跟你不是视而不见 我是把你当作很重要的一位朋友 在政治上跟未来合作上 都有各种可能 把柯文哲昨天跟朱立伦的互动 的亲密的互动 跟在今天上午 在升旗典礼上面 他跟马英九的互动 一比较高下厉害 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他今天跟马英九互动的时候 马英九很热忱的主动伸出手 眼睛看着柯文哲 柯文哲用血眼飘着 飘着马英九 甚至他连要握手的那只手 还拿着旗子 柯文哲是个很帅心的人 他的表现跟他的内心世界 其实距离是很短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他是想与朱立伦之间 成为结盟的伙伴 但是他是打心理 是看不起马英九的 谢谢教授 那下面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话题继续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美视 海峡新战线 柯文哲这上任一周以来呢 外界对他的评价 是充满着矛盾和纠结的 有人就评价说 他的作风非常的果断 但也有媒体评价说 柯正猛一虎 那请问一下 邱一教授 您是如何评价 柯文哲在上任一周以来的表现呢 柯文哲在选举的期间 因为很直白 深得网路上的网民的喜欢 可是等到柯文哲成为台北市长以后 那他的这个做法 他的致富 他的骄傲 他的自以为是 他的霸道 他的唯我独尊 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柯文哲他本身过去 在台大医院里面 他只做过创伤部的主任 他没有管过多少个人 他只管他那个手术房里面那几个人 那一旦管的人多了以后 政治是众人之事 要管众人之事没那么容易了 你这时候要懂得尊重 不是只有他嘴巴链的SOP 科学化的管理 科学化管理上我们管理学已经很落后了 那柯文哲上来之后 当然一口气讲 你们这些公务员本身呢 我取消你们下午茶的时间 其实真正好的管理 我管你的结果 不管你的过程 但是柯文哲在整个过程上面 搞得非常的琐碎 最重要的 他没有信任 他没有信任他的部署 他没有信任他的同侪 他对他的上司也不够尊重 对他的对手是轻蔑 比如说用非常不堪的语句 骂骂饮酒等等 一个不懂尊敬尊重与信任的人 你认为他能够做好管理众人之事吗 好 非常谢谢两位 今天做货我们的台北远博士 下面能把时间还给福州 清零 好的 谢谢台北远博士 再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开线节目 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跟我们主持人 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陆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叶清零 在福州 祝您平安